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各位收听哈帕的精英们 surprise 有没有疑惑说 昨天不是温柔的敦话副主编 怎么今天换成even了 你没有听错极 没错没错 今天依然是除旧不新 告别坏习惯的主题哦 City 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就是哈佛商爱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行销总监 even 秘秘秘 前两集啊 敦话协助大家 挖出恶习 找出阻碍 啊知道障碍在哪里 今天就是要动起来 打败这些坏习惯咯 不过当初啊 在规划这个告别坏习惯的主题啊 HBR就思考到 年前 家事忙 工作忙 所以不要增加大家太大的压力 特别呢 是安排 类似原子习惯 这样子的概念 用细微的改变 带来巨大成就的做法哦 背注一下 刚刚这一句是原子习惯 那本书的小标 不是HBR的内容 所以其实目的是要让大家在年前用放松的方法 可是可以简单的实践在每日的日常 那就回到这一篇文本咯 简单一张表 打败坏习惯 也因为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演练吧 各位哈帕听友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 亚玛丽 在哈帕下载即将突破两千万人次的成绩后 我们想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风行全世界的哈佛商业评论管理智慧 更深入台湾企业界 因此我们即将推出一门重磅的线上课程 这个课程将结合我三十多年深度访谈超过一万个成功人士的心得与经验 并以哈佛商业评论创刊至今超过一百零一年的管理智慧为基础 精华浓缩成一门六小时的课程 我们设计了自我管理 培养领导力 团队管理 策略管理 四大篇章 让你由内而外 从点到面 一步步补强台湾教育缺乏的管理思维 为了设计出更符合需求的课程 邀请你 现在就点击下方说明栏连结 把我们填写问卷 抢先预约三百元的课程折价券 并享有抽三名免费课程名额的机会 希望透过这个课程 帮助每一个人成为在职场上更成功的领导者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新目标给它设定下去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有努力追求新目标的 一开始的这种充满热情跟活力 然后在脆出的这几个星期 我们会愿意做各种改变 甚至是往新的方向迈进 甚至也是可以解决一些小小的阻碍 可是随了时间的过去 新鲜感日渐消退 我们的经历被日常浩劫 慢慢的我们好像就会开始 看不清初衷 看不清目标 然后又回到了现况 不论你用多么精细复杂的策略 来消除坏习惯 打造好习惯 如果你不常常追踪检讨自己的进度 那就很容易一事无成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每天都回来看看 自己有什么样的进展 然后看到自己每天的small wins 也看到自己每日的积累 其实那就可以鼓励自己前进哦 所以为了让哈帕的听众们 更能情境式的带路 我们直接用个案的方式来举例 我们以某科技公司的执行长 他的幕僚长 我们称呼他阿明好了 阿明为例 阿明的同事啊 觉得他的倾听器脚不佳 然后总是采取微观管理 还不尊重他人的时间 而他的上司啊 也希望他可以更体贴 多授权一点给他人 可是这个状况啊 阿明就一直放着放着 一直到某天 同事给他一个很直接又特别刺耳的意见 而且这些意见呢 跟他上司的意见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阿明终于立志要成为更好的领导人 那Sabina就跟他一起凝定出计划 以达成阿明的目标 阿明把他收到的负面意见啊 分为三个领域 并且各定出一个目标 第一个是要更懂得倾听 第二个是要减少微观管理 第三个是要尊重他人的时间 可是这些目标是不是感觉理想远大 值得加许 可是怎么做跟怎么衡量呢 所以他们两个呢 就找出了方法 让他可以用可以监测 也可以追踪的方式来进步 那这要怎么做 就是要再进一步 把你每一项的目标 都先定出一个可以执行的行动细项 那就进入到第一个 关于更懂得倾听 这个阿明就把它设定为 每天要有一场会议 是不带手机平板等等的电子装置 那第二个减少微观管理 阿明把它设定为 跟部署一对一开会的时候 就来使用这个授权科度的技巧 以减少对部署的控制 并且呢 授权给部署承担心的责任 那有关于授权科度 Evan也在这边概述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一人才的能力成绩 进行不同阶级的授权 那这个授权科度的层级分为五个 就是做 告诉 教 问 跟支援 它有关于做的部分啊 就是带着做 你直接带着部署做 然后让部署边做边学习 告诉呢 就是给予明确的说明 并且逐步点列要采取的步骤 以这样子的指导形式来完成任务 那教呢 就比较不一样咯 是直接赋予这个任务的目标 然后由同人是主导 刚刚告诉是你自己主导嘛 那在这个这个教的部分 就是由同人主导规划怎么展开 主管只提出建议 并且协助共同优化 再问 就是在更上一个能力层级咯 一样是赋予任务目标 一样是给同人主导 但是呢 主管仅是以问题不给答案 仅是以问题的方式提问 让同人意识到问题点 但是也让同人意识到 他可以解决 还有他知道的 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最后呢 支援这个阶段 就是做好向上管理的沟通 跟报告 仅在需要的时候提出协助 这个协助有可能是从同人这边来 提出他需要协助 或者是主管看到问题的时候 才稍微用问题的方式 去询问这个部分 需不需要协助 这样的方式 这就是依人才的能力程度 进行的授权刻度 那如果哈啪的精英们 您的团队或者是公司 有需要这样子授权的训练 请你直接点选说明来联络HBR 我们可以进入企业训练 实地的带各位演练 落实在您的日常咯 好的 回来 回到关于第三项 第三项阿明说什么 他要重视他人的时间嘛 所以他就把这个执行细项设定为 把每天发给同事的即时讯息 限制在两封以下 那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哦 每一个目标 刚刚一直说了 请先指定出一个简单的任务 因为如果一下你定出太多任务 你自己也会吃不消 那任务简单达成率就高 等你这一项成功之后 你在这个目标里面 再去设定新的任务 或者是提升你任务的难度 这个才会做得到哦 所以举例来说 为了要更懂得倾听啊 阿明或许可以选择 所有的会议都不带电子装置 可是这种一下子太大的转变 太困难 因此他选择从每天一场会议开始 而且在这之后啊 是可以选择增加不带电子装置的会议场数 或者是考虑采取其他可以协助自己更懂得倾听的行动 来去做设定 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够的哦 因为一开始可能他会很认真的执行 可是却慢慢的失去动力 或者是忘了一场 忘了两场 后面就慢慢忘记了 所以要回到这个旧的习惯的这个改变 是必须要怎么样呢 阿明必须主动追踪自己每日的进度 也就是文本中很重要可是却很简单的工具 YES表 什么是YES表呢 就是在Y栏 把这三个执行细项填录 在X栏就是日历 如果你今天达到的就写Y 没有达到的就写N 是不是很简单 三秒搞定 然后把YES表列在手机等等装置的首页 要不然就是你印成纸本 放在你每天绝对会看到的地方 设定每日提醒 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 填写YES表追踪结果 你就可以对你的进展一目了然 那大多数的人在每天结束的时候 光数的这个Y跟N 就会很有成就感 追踪几个星期之后 评估是否出现什么需要调整的模式 这种做法可以让你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之处 非常快速的被看到 并且协助你找出可能造成问题的地方 举例来说 Sabina和阿明检视他每日的行为模式 发现自己总是在星期一都是N 没有办法恰当的授权 那他去深度了解就发现到 原来是因为每个礼拜一 他都要跟一个表现不佳的员工开会 他就是真的不敢授权给这个员工 因为担心无法做好这些工作 那阿明理解这个状况之后 下一次他跟这个员工一对一开会的时候 他的做法就大不相同了 不是自己接手这个员工的工作 而是提出更直接的意见 如果他没能注意到这个趋势 他可能永远都找不出自己礼拜一 为什么都是N 检讨自己的行为模式 让阿明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可以采取另一个有助于达到目标的习惯 那习惯一天一场不带电子装置会议之后 阿明慢慢增加场数 一直到四个月之后 他再也不在任何会议上使用这些电子装置 甚至养成了这样子的习惯 那他就不再追踪这个蓝像了 他就有心力去设定跟注意另外一个新的习惯 于是阿明就把追踪表上面更懂得倾听的目标 列出下一个习惯换成新的习惯 每天至少一次用不同的方式 重述一次别人对他说的话 就这样 他针对自己的三个目标 不断重复这种建立一个习惯 达成了之后 再新增另外一个习惯的模式 一年之后阿明的部署觉得 他已经更懂得倾听 更能专注的与人共识 管理的时候也更能授权咯 人人都能为了这种达成梦想 或者是改善的行为 而设定各种目标 可是如果没有明确可行 明确可行的做法向前迈进 以及衡量进展的方式 你就有可能再次回复到过去的旧习惯 所以呀 开始之前花一点时间 想想怎么样达到目标 从小步 小步 小步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小步开始迈进 而且要记下自己的进展 很快的 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培养出一些 正面的新工作习惯咯 分享到这边 各位哈啪的听众们 有没有跃跃欲试啊 是的 赶快把手机跟笔拿出来 看你的记录习惯是什么 我们开始设定目标吧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您的目标 那Evan这边已经设定了两个 我要很害羞的先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要分享 是因为分享了之后 就会大家更多的给我意见 并且公开了之后 我就会努力去做到 所以呢 这两个目标 第一个 因为HBR团队是一个超级战斗的团队 毕竟我们领导是超级玛丽玛丽姐 所以啊 几乎所有的交流 包含吃饭时间 走到洗手间前的问候 都只谈工作 这样的工作氛围啊 其实我自己观察会让彼此的信赖 或者是情谊略为薄弱 那第一项呢 Evan就设定团队情谊 我的行动设定是 每天要关心 如果可以的话 进一步协助一位同仁的生活 纯生活 好的 第二项呢 就是延续这个快狠准的团队文化 因为所有新的可能 事物的推进 和面临突如其来的问题 常常都快速判断 我们就定面而上 所以第二项是 优化判断 我的行动设定为 每一个判断 都自己提出两个问题 反问自己 有没有其他可能 问了再上 所以HBR也期待 各位哈帕的 这个精英们 把你的目标设定之后 留言下来 公开出来 让别人也能提醒自己 甚至给予自己 优化的意见哦 期待我们下一次碰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互相聊聊 彼此的进展 啊 本周啊 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 找出坏习惯 也设定规划完毕了 那万事俱备 除旧不新告别换习惯 还欠一个东风哦 东风是什么呢 那就明天再跟各位分享咯 最后感谢你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现在就订阅这个podcast 并且到说明栏点击 我要加入连结 加入成为我们 请听哈佛管理学 哈帕的一员 接收第一手消息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企业领受 高阶经理人最宝贵的一堂课 远见天下文化 领导影响力学院 第三期典范课程 即将开课 邀吉加世达集团 董事长陈其红 前TVBS董事长张向威 信义房屋创办人周俊吉 全球危机处理专家 邱长博士亲自授课 如何从百亿亏损谷底逆转 带领组织变革 并稳中求胜 五天的课程 由典范企业家 亲自传授经营新法 每天六小时客制化课程 解构成功经验 让您提升思考格局 掌握决策关键 领导影响力学院 第三期典范课程 将于2月23日开课 限额40个席次 现在就到资讯栏点击报名 向典范领导者学习 启动2024变革领导力 第三期典范